哈喽大家好啊 这里是郭宝 今天呢要向大家介绍的是 SP神舵八旗大蛇大型活动 中烟降临 那这个活动总共分为两个阶段 这礼拜为第一阶段 在庭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界面都变了 活动玩法可以分为战场探索 战场巡逻 高天之章 蛇神里寒与蛇影商店四种 简单来说就是单人对弈 爬塔 剧情 花盒站 及奖励商店 高天之章 随着剧情解锁 那这部分跟以往一样是没有奖励的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 这边就不多做介绍啦 战场探索 类似单人对弈的玩法 开局可以选择七个士神 每个士神都有一个固定和随机印记组合 比较特别的是游玩没有限制次数 所以没选到喜欢的阵容可以重新开局 准备上路后可以看到界面最左边有进度条 我们可以获得礼盒的钥匙和技能点 钥匙可以打开蛇神礼盒 每个能够打开30个 商店每天也能额外购买30个 需要花费150个勾玉 那技能点可以在右下角的兵法做提升 这次解锁后可以直接装配上去 也可以在右下角做重置 至于能否顺利到达终点 跟界面上面的罪恶值有关 多或少取决于游玩时的累积与减少 当罪恶值满了就会失败 建议一律都选择善就能稳妥空关啦 那旁边的资料可以查看 目前拥有的四神和印记 这次有排行榜 可以看别人的阵容 但是没有奖励机制 所以看看就好咯 我们在图中也会遇到不同事件 像是战斗事件 速度可以调三倍加速通关 每场战斗都会显示会获得的资源 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就可以了 再来是签文选择 分为善恶两种 遇到善可以随意选择需要的 那遇到恶建议直接按右上角的插放器 接着是祷告 可以直接选择向善 那如果在善恶值较少的状况 就可以考虑选择向恶 那途中会遇到龙车冲锋 这个大家就毫无悬念的选龙车冲刺就好啦 我给商店 可以选择买四神 祝福 印记 二次觉醒 比较要注意的是四神的第二个印记才能做替换 如果没有想要的可以在右下角刷新 买完就可以按右上角的插离开了 另外我们有机会遇到随机选择 如果遇到不确定的选项 也可以放弃直接选择继续前进 那打不完可以先暂时离开 之后再继续游玩 接着要介绍的是战场巡逻 这个就是本次的帕塔活动啊 活动门票系统每天会赠送40个 商店每天可以购买30个 储存上限为120个 可以选择不同资源 并且随时都可以做切换的 总共分为10成 层数越高难度越大 奖励也会越好 可以阴柄挂机 这次只要过关就可以提升层数 算是没什么难度 那当各位打到10成 能在第1、3、8回合 胜利能额外获得更多奖励 好消息是这次能报大佬的大腿啦 每个人可以借助和介入三个四神 能够无限制使用 但只能上场一位四神 那这点呢 大家还要留意一下哦 那帕塔的buff会随着声望点提升 声望可以透过游玩过程中获得 随着buff等级的提升 去调整我们的蒸笼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隔壁的冰凉支援 可以在上方查看全幅进度 我们可以把打到的军粮贡献给我方军团 那捐献不同阵营 可以获得不同的四神碎片 如果想要的阵营捐满了 也不用担心 当全部的联军都额满了 多余的冰粮会回收 变成所有军团的四神碎片 作为奖励给你哦 蛇神里寒 把他当作花盒战就可以了 除了活动一些奖励支援外 还可以课金获得本次的庭院外观 那这部分喜欢的小伙伴就不要错过啦 再来就是这次活动的商店 除了活动支援 还有永不缺席的小路南召唤券 和箱子之外 有机会免费获得SP大蛇的皮肤 那这就要等第二阶段才能买啦 有机会兀的紧继续 这个大 nói箱子之外 还有建议的尸体 我们算订了 他们在一起 这就是两个小路南召唤 看到 并 并 你 有机会充 并 基本上这次的活动就介绍到这里了 整体上不会太困难 对于萌新也是相当的友好 我们就一起来看SP大蛇搞事吧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哦 感谢大家的观看啦 我们就下次再见哦 拜拜